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马车研究室上具有划丝带的意义 他的发现解开无数专家学者的心中疑惑 他为解决古代马车的系驾关系 人们长期诸多的争论都提供了一个实物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他体型巨大又精巧绝伦 被誉为青铜之怪 秦带的工匠确实伟大 秦带的技术确实在当时是先进 他 秦始皇最后的陪伴者 却又隐隐指向强大帝国发起的源头 千百年来 这片土地上留下过无数 对那个辉煌朝代和威严帝王的引勇与探寻 今天 两驾曾无比靠近那位伟大帝王的同志马车 将带我们感受那段灿烂文明跳动的脉搏 距离西安四十公里的林同区 坐落在这里的秦始皇帝陵 是中国历代皇帝陵中规模最大 埋藏品最丰富的一座陵墓 秦始皇帝陵国务院里就陈列着这座陵墓 墓前被发掘的所有文物 其中 包括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 秦兵马俑和众多的青铜兵器 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被称为青铜之冠的镇馆之宝 秦始皇陵同车马 无疑是这里最让人瞩目的一件 按前后位置 两辆同车马被编号为一号车和二号车 一号同车马通长225厘米 高152厘米 车余内树立一顶高杠盖 散盖下占一御官涌 二号车通长317厘米 通高106厘米 设有供主人乘坐的棚盖车厢 两圣铜车马共重2.3吨 体积是著名的大青铜器 后母雾大方顶的十多倍 两车零件加在一起共七千多个 连接工艺极其精巧复杂 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 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器 它的发现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1980年12月 在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六年之后 秦始皇陵又有了令人惊奇的发现 这座沉默的地灵 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在秦始皇帝陵封土堆西侧20米 距离地表7.8米深的地下 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两圣大型彩绘铜车马 这一发现让整个考古界欣喜不已 这是迄今为止 第一次在秦始皇陵发现如此大型的青铜器 或许他能告诉我们 两千多年前 那个一统天下的军事帝国 之所以如此强大的秘密 为了更好地保护铜车马 考古工作者将两圣铜车马 连铜碎片和泥土裹挟入四个木箱 运到秦永博物馆室内进行清理修复 之后就是长达八年的铜车马修复工作 这张是我们当时二号铜车马修复组的部分人员 我和他们的一张合影 1982年 二十岁的陕西小伙党士学 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 被分配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 参与铜车马的修复 这一年 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件国之重器 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进入铜车马修复室一看我发现在修复室的一脚的地上横躺着四驱马 这四驱马的腿都是断掉的 在中间的一个工作台上放着一些残破的铜片 铜车马的散盖出土时已经完全破碎 修复完整后 专家们发现 散盖直径达到1.2米 整个散盖没有一处原始焊接 最薄的地方仅仅只是1毫米 最厚的地方也只有4毫米 其人在当时能够制作出如此大面积 这么薄的一个重楼型的车盖 它的技术是十分高超的 如此复杂的铜车马 是按照真实车马二分之一的比例制造出来的 大到车马结构 小到细微之处 无不体现着高度的写实风格 秦代工匠们不仅把青铜器与彩绘完美地结合起来 而且成功地铸造了生动的铜勇铜马形象 给复杂而精美的青铜器 赋予了生命之感 车前的铜马各个马首高昂 双目圆征 胸部开张四肢净剑 显得神俊有力 这个马呢咱们看它的那个通肩高 也就是说马骑子到马肩也可以叫骑 到这个位置的高呢是70到72公分 就那么高 如果把它放大一倍呢 它就是一米四十还要多 根据研究呢 这个马呢 它的品种呢 应该是咱们这个现在甘肃的河区马种 河区马呢是一个是一个品种古老的马 应该是河区马种 河区马种体型呢 本身呢就不是很高大 那个按照铜马的这个尺寸 放大一倍以后呢 河区马的大小是一致的 三千多年前 周王朝带浩金统治着中国 在王国的西北边陲 生活着一个专门为国军养马的部落 他们就是最早的秦人 秦始皇的祖先秦妃子 就在这一带木马养兵驻见成义 关山牧场 秦代仙人最早的牧场 这里水草肥美 气候适宜 这片草场上 至今仍奔跑着河区马的后代 这个你骂一下 从秦朝树里到这个鲁东来基辅去 你吃就要骂 包括就是现在你看 我们这里就穿兔子 他一吃就要骂 46岁的康根田 家里几辈人都是养马为生 现在他家里还养着28匹马 这是他家里最大的一笔财富 从古代开始 我们这里几方要的一匹四草肥马 就是俄罗斯的这草肥马 咋就 每隔一段时间 康根田都会给马补充盐分 有着38年养马经历的老康 对牧场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告诉我们 纯种的河区马 马头长大 鼻梁隆起 呈兔头形 马井宽厚 体型粗壮 现在当地人养的马 则多是河区马 和俄罗斯马杂交的后代 和纯种的河区马相比 马头稍小 身材显得更加修长 也更加高大 猪毛开个好马 猪毛短一件 它是有左边的 有右边的 右边的马毛 它就形式温柔一件 靠左边的话 它形式就高裂一件 它的这个皮 超一件 细一件 就身材 超一件 这个马就是好马 皮斑 气型太小了 就不马了 老康还告诉我们 古代秦军之所以广泛使用河区马 是因为河区马力量强大而持久 善于长途奔系 既能工人骑程 又能驼载 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 对一般疾病也有着很强的抵抗能力 直到现在 这些优点都能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得到体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当时西北高原是荣人部落的天下 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极其凶猛 顽强的秦人经过二百多年的浴血奋战 彻底征服了飘悍的游牧民族 统一了西北高原 在与西北部落的征伐和交融中 秦人拥有了比其他各国更为优秀的马匹 在秦始皇兵马永坑中 所有的陶土战马高度都统一为一百三十三厘米 史书上说 秦军选择战马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马的高度必须达到五尺八寸 五尺八寸正好是今天的一百三十三厘米 铜马的造型则更加准确 马的造型风格与兵马永坑的桃马一致 但其飘悍雄状则更生一筹 铜马的各个部位都符合中国象马术 对梁马的要求 梁胜车的八匹马均为六岁 正是最佳的服役年龄 这段讲解中 解说员告诉外国游客 铜马的一号车是开道车 所以彩绘图案是几何花纹 二号车上的彩绘图案是 葵龙葵凤花纹 就是变换的龙凤翻飞 表现出车子级别更高 主刺分明 23岁的张贝 去年刚刚从西安科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留在家乡当了一名解说员 几乎每天他都会接待一个外国旅游团 他的生活就这样和这件镇馆之宝联系在了一起 作为一名当地人 张贝对这片土地上 那个曾经的辉煌帝国 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 在工作之余 他专心地学习和收集一些 他能得到的关于秦代的历史知识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 告诉那些聆听者 一个更加生动更加真实的时代 这是一名的历史 因为两千年前 他们用了两个研究 他们需要时间 为他们准备用武器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当他们准备用武器 他们需要人保护人 准备用武器 两千多年前的那位帝王并不知道 他的军队会被这片土地上的后人反复讲述 当时的秦王嬴政正面临他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 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经过几代人的积累 秦国国力的强盛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这位二十九岁的君王决定在这一年发动统一中原地区的举国之战 当时的中原地区在将近五百年的功伐和吞并之后 形成了六个实力强横的诸侯国 秦国要实现统一的目标 必须逐一击败并消灭这些对手 根据考古发现 当时秦国的对手们都拥有了铁制的兵器 然而1974年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四万多件秦军兵器 几乎全由青铜铸成 让人疑惑的是 秦始皇的军队竟然是用理论上应该比铁制兵器落后的青铜武器 打败敌人并统一了中国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秦人拥有更高超的铸造工艺吗 在铜车马展厅 离铜车马不远的地方 单独陈列着一号车散座和散柄的复制件 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特意了解这个复杂装置的独特之处 它的顶部就是它作为一个钳来把这个散柄来钳住 让它呢不会倒不会走不会倒 所以说呢这个装置是什么装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呢有一个拉环 拉环里边的装着一个键 把这个拉环拉起以后呢 这一个键鞘就会被提起 这个时候呢 带有锁扣的这一个扣呢 才会打开 柄呢才会取线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拉环呢放下去呢 这个 它是一个像现在那个碰锁一样的一个机构 是不用再拉起拉环的 直接扣上就可以了 当事学告诉我们 通过机关控制 散柄便可以180度的旋转 而且散柄中空暗藏力气 还能用来作战 这里边涉及到众多精巧的机关设计和铸造技巧 这都是古代在机械制作上面呢 是极其难斗极其高的一些技术问题 但是琴带工匠呢 把这些问题呢都非常熟练的 非常水平很高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使得我们现在呢 还能够自如地开合 打开这个铜的散盖 所以说呢 琴带这个 它的冶铸造技术和它的青铜制作技术 在这个杠盖和这个杠座上呢 它是一个集中的反应 铜车马身上所体现的这些先进的铸造和制作技术 已经达到那个时代的巅峰 这些宝贵的技术不但在铜车马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 还被积极寻求扩张的琴人运用到了武器的生产当中 这件青铜剑呢 它的这个剑身啊差不多接近一米了 琴带的兵器 我们现在发现永坑中这24把青铜剑 它一般是在91到98厘米之间都是接近一米的 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越王勾剑剑 它的这个剑的长度是在55公分左右 就55厘米左右 琴剑基本上都是接近一米的 所以可见它的这个剑身加长 并且变窄变薄 使它的这个杀伤力更强了 过去的时候咱都知道 因为是短冰箱接嘛 一寸长一寸强 冰器越长对自己的保护就会越好 高超的野柱工艺 保证了这种加长铜剑的硬度和弹性 锋利而又不易折断 秦国的这个兵器呢 它制作呢 是有这个岗位责任制的 它的管理呢 比三东六国做得好 尽管兵器 某一件兵器不是尖端的 但是呢 它大量的兵器都处于 比较高的一个生产技术水平上 接近于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这是秦国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原因 在距离博物院一公里的一座工艺品制作工厂内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赶工 从这里生产出来的铜车码复制工艺品 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地送往各个旅游景点和商场 供游客挑选 今年52岁的河里 就是这家工厂的老板 自从二十多年前从事工艺品复制这行之后 河里就一直对铜车码的复制十分痴迷 他专门聘请了地方上经验最丰富的青铜制作工匠 请他制作出和铜车码一样大小 一样精美的艺术品 这台车是根据人员情势化的那个铜车码一比一的比例放大的 这当时做了将军就是半年的时间做成 这车再做起来以后 要是现在给人员原了那个文物比 无疑 铜车码精巧复杂的车码结构 让现代的仿制变得十分困难 但也正是这样复杂的车码结构 为古代车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铜车码的这个结构和它的细架关系 它解决了中国古代车制 以及车码细架关系中诸多的疑问和难点 作为秦始皇随葬车队中的一员 铜车码以其高度的写实 为我们还原了秦始皇御用车队的真实形状 历史记载 天子所御驾六 鱼皆驾四 专家考证 铜车码应该是秦始皇轮驾车队中的数车 两辆铜车码在外形上有明显的区别 二号车设有可供人乘坐的车厢 一号车有散弹四周长路 玉手腰间配件 车的一侧悬有弓弩 以及装备有专门存放弓箭的铁匣 车上还配有用来防御的盾 兵器配备齐全 两千多年前的秦军战车 很可能使用的就是与一号车相同的知识 一号车如果去掉车上的一些标志 然后把马式换成普通的马式 再把车上的这些装饰去掉 把车上内的这个很醒目的这柄伞去掉 这样一来呢 它和古代的战车呢 就是一样 由此看来 秦军战车的车轮和铜车马车轮是一样的 它们看起来很像今天的自行车轮 三十根密集的浮条 分散了车身重量对轮圈的压力 使得轮子既轻快又结实 从侧面看 浮条靠近车骨的地方明显加宽 既能让浮条很好的排列 又不降低浮条的受力强度 铜车马的轮中间这一个呢 叫骨 它的骨中间呢 是空的 是弧状的一个空骨状 骨和足 只是两端进行接持 减少接持的面积 减少骨轴之间的这个摩擦系统 可以使这个车轮转动起来呢 更加的力滑轻便 骨中间是空弧状的呢 它就可以储存一定的这个油脂 它是起最滑作用的 由于这个车骨的弧状可以存高时呢 这样呢就可以使古代的马车呢 行进更大的距离 而不去停车告油 不仅如此 铜车马马匹的细驾方式 也令人惊讶 在西方一直到公元八十几 皮带都勒在马的喉部 高速奔跑的马经常窒息而死 秦车则采用了胸肩式的细驾方式 受力点设计在马匹的肩部和胸部 让马匹可以更加轻松地奔跑 两千多年前 被称为万圣之国的秦国 正是拥有这样强大的战车 和战无不胜的军队 秦始皇相信 即使在死后 他仍将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 于是他将自己最强大的军队 和庞大的车队一同带到地下 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个伟大的帝国 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那支曾经战无不胜的军队 就随着帝国大厦的倒塌 而灰飞烟灭 冰马俑 同车马 考古的发现 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游人 来到这里追寻历史的脚步 对于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 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博物院成立后 为了安置当地的村民 就紧挨着景区建立了秦永新村 这里居住着原来周边几个村子的 三百多户村民 百分之七十的村民 都依靠着旅游业做起了生意 表面用力了 两千年的岁月 似乎并没有在铜车马身上 留下丝毫的印记 他是如此的鲜活而生动 静静地注视他 仿佛能感受到 马体肌肉饱满的胸膛里 蕴含的不穷力量 和御守的目光中 那千年不变的坚定 在中国历史上 秦文化是独一无二的 崇尚勇力 满怀开拓和进取精神的秦人 用他们的智慧 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精美绝伦的铜车马 不但代表着秦代高超的艺术 和科学成就 也为两千年后的我们 揭开了秦王朝 军事强大的秘密 他被掩埋于地下 历经了两千年的风雨叠变 他金玉相连 华美至极 凝结了遥远的大汉王朝 那辉煌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